美方推测很有可能是因为炸弹爆炸而失事 埃及官方也说 班机遭到恐攻的可能性比机舰故障还要高 根据法国航空专家说法 一般来说飞机如果真的故障 机组人员势必会向塔台求救 但失联的埃及客机却没有 几乎能确定是遭到恐怖攻击 再加上根据希腊官方说法 埃航坠毁之前曾两度大转向 这一点也很不寻常 埃航客机现是90度往左转 在360度转向右边后 从37000英尺高空中急坠消失 不排除是机上炸弹引爆所致 埃航MS804班机从巴黎飞往开罗途中 没想到这架班机进入埃及领空16公里后 突然消失在雷达荧幕上 飞机上66人包含乘客56人 机组人员10人下落不明 根据法新社报道 失联的埃及客机坠毁在希腊 可怕苏斯岛外海 原先埃及政府以为 在搜救行动中 找到的一件救生意还有塑胶片 就是来自MS804 不过现在埃航和希腊飞安局 调查发现碎片并不属于改甲班机 而客机究竟为什么会失事 还有待更进一步调查 记得最后的报道